与个布克50家赢下辉雄 且厂军30家赢下其余全部比赛 能否拿下MGP 看保罗 他如果还是畏畏所所 一直不站出来 替布克讲话 那就完了 那布克肯定面临粉票 那克里斯保罗在外界是有一定名望的 你这么整 那你内部的互相争来种 就是双俗举面 他让谁也别想拿MGP 就看保罗了 他是怎么做表态 他如果真是站出来明确讲 你别瞧嘛上来 对不对 私下你传递点小到小就没用 公开的 借助什么这个全美直播的一些场次 对媒体正确讲 就是号召长篇大论 说是我们打出这么好的战绩 德文伯克领着我们打的 他作为年轻人 他现在阶段 他的比赛影响力远远超过我 他领着我们做到的这种战绩 如果他不能MGP 天理难容 整个人被价值观扭曲 保罗如果说话料这么硬 料地摔把瓣 我感觉所有评委 都得感觉 如果不投不克 会感觉心虚的 这与篮球五对五运动的本质 背道而驰了吗 我有什么脸不投不克呢 说实话不克 今年真是大好良机 那太阳队战绩遥遥领先 排到第二 那个灰熊 他问题灰熊 莫兰他争不了MVP 他这个道观是历史耻辱 你甭管说什么原因吧 反正他这个形象不是特别好看 MVP跟第一阵容评选不一样 MVP特别强调 就你的个人表现和战绩 两方面呢 他俩得这个紧密相连 至于说灰熊队其他呢 那些人他星光都不够 也无缘争夺MVP 排到东部这些哥几个呢 没有一个战绩 接近太阳的 你说他大好局面吗 敦布克厂倦27分 跟那个恩彼得相比 我就比你少个两点几分 算事吗 我战绩完全能够 这个填平两者之间 数据上微不足道的查局 敦布克今天效率还高呢 所以就得是克里斯保罗 他因为本赛季前50场啊 他MVP排行榜呢 他有时候是比敦布克排列还高 所以他感觉自己内心不干洗 但这会儿你就得应该放下 内心当中那种小九九了 自己的小算盘 你得为团队啊 做出表率 尤其你得推敦布克一下 我感觉今年是敦布克千载难逢的 一次良级 你未来他能不能说再接近MVP MVP不是年间都有机会的 你如果说今年呢 真是就差这么一股东风 推一下他都能上去 如果这种情况 可里斯保罗不站出来讲话的话 这个球员真是不值得当朋友 为什么说之前那会儿 他掰勒布朗詹姆斯胳膊就看出来了 这个人非常虚伪 可里斯保罗呀 表面什么无死乱七八糟 其实这个人关键时刻是很自私的 跟他当朋友是挺危险的 德文布克今年一旦错误 未来有可能终身错误 那职业生涯这样一种整体定位啊 相差悬殊 今年就理应站出来推这个德文布克一把 就看保罗咋做了 我要是美国媒体 要不就能说美国媒体 没有这种这个公正资讯 我如果美国媒体 我当场我就跟那个科里斯保罗讲 我说你为什么这会儿 德文布克全世界都在讲 他能进行当M&P 你为什么不公开这么支持呢 那我就质问他 看你这个怎么讲 对不对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我说你为什么不公开